事情发生在2023年7月2日 美国达拉斯沃斯堡国际机场 发生了一件在死神来了电影上发生过的事 一位女士在登机后 都已经把行李放好了 所有乘客也已经入座了 正当准备起飞时 这位女士突然大喊停下飞机 见空服的人员只是一直在安抚她的情绪 而不是去通知机组人游或者塔台 女士直接提着包包要下飞机 她拒绝起飞的理由竟然是 其中一位乘客 独视人 女士的胡闹 导致飞机延迟三个小时才能起飞 她甚至连放在行李架上的东西都还没有取 就想冲下飞机 可见她是真的一刻都不想停留在这架飞机上 然而飞机上除了空服员外 没有任何人安抚她的情绪 也没有人跟她一起下飞机 从影片里的讥笑声还可得知 女士下飞机后 大家都只是把她的过机行为当作一个笑话而已 当然这架飞机在延迟了三个小时起飞后 最终也是平安落地 那么这位女士说的乘客到底是谁 她为什么会如此害怕或者说是愤怒 女士是不是喝醉了 甚至是嗑药了 她是不是演的 首先YouTube上有位身体语言专家认为 通过女士的声调 通红的鼻子跟手势 她并不是演出来的 她的情绪确实非常崩溃 但一般来说 如果我们看到一个非真实的人类 我们的反应应该会是害怕 但女士的情绪更像是愤怒多于害怕 当然就算女士是愤怒也能理解 毕竟完整的过程可是有几十分钟 女士可能因为没有人相信她的话而愤怒 这也是人之常情嘛 第二 这个事件好像跟电影宣传没有任何关系 没有任何电影制片出来蹭热度 而且抖音上也有不同角度的拍摄 应该是真实发生的事件 而且这位女士事后好像失踪了一样 没有在网络上发表任何的澄清 说明 也没有因为突然有了热度 就开启自己的抖音什么的 不像是一种行销手段 第三 在事件发生之后的三天 也就是7月5号这天 有人在抖音上 自称是激动女的朋友的朋友 她表示 女士并没有喝醉 她极力劝阻空服人员停下飞机 是因为坐在她旁边的乘客对她说 就在同一天 又有一名男士表示 她就是当时的乘客之一 就坐在女士的后方三排 她就在抖音上 但现在我看起来 我意识到当时她在抖音上 当时她的右眼看起来 她就在抖音上 她就在抖音上 根据这名男子的阐述 网友纷纷表示 这不就是被描述为外星人之一的蜥蜴人吗? 随后又有人上传了另一个角度的影片 并表示 这个身穿卫衣的人 就是女士所指之人 一下就直接证明了之前那位男士 所言悲虚 这下评论区都炸了 都说这个人的眼神很奇怪 什么这个人一定有问题啦 如果我在飞机上 一定会跟女士一起下飞机啦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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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搞笑的是 抖音一下又冒出了一堆 身穿绿色卫衣的人 纷纷表示 他们都是那个不真实的人 直到有一个人说 你们去对比一下发际线 眉毛 眼睛 肤色 我才是那个真正的卫衣男 他更表示 那个女人是不是真实的 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呢 她不就活生生的出现在影片里吗 然而诡异的来了 如果那个女人是真的 为什么事件都发酵到这个程度了 她都没有出来解释一下 在网络如此发达的今天 她哪怕是随手发个抖音 都可以造成轰动 但是她就好像人间争霸了一样 更离奇的是 女人说话的语气 好像特别的奇怪 多听两次 浑身都感觉不自在 第二 激动女在整个影片里 都没有砸一次眼睛 她会不会才是那个蜥蜴人 怕砸眼睛就会曝光自己的身份呢 第三 激动女几乎全程都保持这个手势 这个手势又跟巴丰特的手势 非常的接近 巴丰特是基督宗教的恶魔之一 也被人叫做羊头恶魔 同时也是撒旦的代名词 但女士怎么会做这个手势呢 难道她跟撒旦教有什么联系 又或者她才是那个不真实的人 最令人感到细思极恐的是 网友仔细地观看女士的影片后 发现特别离奇的一幕 先给大家观察一下 女士的脖子上有一条横积 而且这条横积若隐若现 又不太像是项链 但又不反光 又不带颜色 反倒像是一张人皮面具的感觉 当然 这些都是国外网友的猜测 到底谁才是那个不真实的人 是男子口中的卫衣男 还是激动女 经过我一番搜查后 得到了一些线索 首先 被人揭露的绿色卫衣男影片 虽然飞机的座椅颜色 座位的间距都差不多 但追溯这支影片的源头 其实是早在2022年6月24日 一名女子记录空服人员 辱骂乘客的影片 刚好就记录下了卫衣男 然后又有人故意拿来制造舆论 其次 因为网路上的各种转载 好不容易找到了说 自己也坐在那个航班的 白人男子的抖音 他的影片描述 就已经说了自己是胡说八道的 只是趁个流量而已 然而太多人忽略了那行小字 那种传来传去 假的 就这样被当成了真事 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蜥蜴人 只有女子说的那个人 不是真的 经过一帧一帧的查找 终于让我找到了这个证据 女子脖子上的线 虽然看起来黑黑的 若隐若现 但事实上 这条线就是项链 哪有那么多离奇的事件啊 不过事实的真相 可能真的只有等以后 激动女亲自解释了 又或者大家慢慢的淡忘掉了 其实这已经是今年第三起 在飞机上闹事的事件了 前一阵子 英国也有类似的事件 一名男子在飞机上情绪非常激动 具体喊什么我是真听不清楚 因为拍摄的人 比男子还激动的吗 评论区也都在吐槽拍摄者 最后该名男子被其他乘客制服 据说好像是因为嗑药了 1月3日 在北京同样也发生了一起这样的事件 最后这名男子被移交公安机关 公安表示 这名男子精神异常 已经被送往专业医疗机构 而当天夜间的航班也被取消了 有一点我不是很了解 为什么他们那么喜欢 在飞机上闹事呢 是因为可以报复那些赶时间的有钱人 嗯 我母鸡斗啊 好了今天就继续就到这里 喜欢这部影片 欢迎分享留按赞订阅 或去最新的影片通知了 拜拜